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到愛大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豪华品牌 例如说双B 宾市 有这个AMG 对不对 那B&W则有这个 Mpower的这个部门嘛 那其实呢 他们各自都有推出 所谓的性能车款 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AMG Lite 或是这个M Sport 这样子的一些套件 在一般销售的这种 所谓非AMG 或非Mpower的车型上面 那大家就在想啦 这好像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 高级品牌的进口车 那么呢 其他亚洲地区 日韩品牌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性能 子品牌的概念的车型 其实也是有的 我们举例来看 以台湾人这个 最受到欢迎的Honda这个品牌 它本身就有推出这个 Type R的这样的性能版的车型 不过一直以来 都没有正式的所谓 导入Type R的车型 来到台湾销售 其实台湾有的Type R呢 从早期的这种所谓的 昔美五代六代的这些状况 甚至只有在这个 日本当地发出这个 右驾的这个车型 那或者是现在 所谓英国来的 这种Type R车款 是从这个贸易商 导入来去做销售 那Nissan也有这个Nissimo 东营战神 去改装Nissimo的一些 Nissimo也推出这种 所谓的乘车的性能车型 在这个市场上面销售 那欧洲呢 Volkswagen更有这个R啦 对 R的这个部门 所以呢其实在各大品牌 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部门 那其实在韩国品牌 就是现代啊 它也有一个N的 这一个性能的子品牌 那这个N就很特别啦 因为它的N呢 其实就是这个 来自于这个韩国这个本地 它这个有个南洋的研发中心 跟这个什么叫做德国纽柏林的 欧洲科技测试中心 来去相结合说诞生出来的 这个N的这个子品牌 其实我觉得冠宜刚 你讲的那句话非常好 有动力啊 并不表示啊 有能够有所谓的这个操控上的性能 因为以往我们对于这种性能车来讲 你绝对不会联想到美系的车型 美系的车型那个动力异常之大 对不对 那LS引擎多强啊 可是大家都说只能跑直线 不会转弯哦 所以不会转弯这件事情 可能与性能 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等号 它在直线上的性能非常的 瞩目 但是不能转弯就不行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两个点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去过这个 现代南洋的这个研发中心参观过 它那个场地非常的大 然后呢你会看到五十五刻 你就看到非常多 包的密密麻麻 密不透风的这种测试车型 在作为所谓的一些测试的形象 那其实我记得我那一年去的时候呢 看到那个车子 哇排气声浪又好 吹起来又好听 一听就是这个三千六缸以上的车型 然后冲过来的时候你就发觉 哇它里面的整个刹车啊 车身的这个动态的姿态 其实都不一样 刹车的这个卡钳也是有 有比较大的这种性能型的这个卡钳 我会想说哇 这个现代的这个南洋的研发中心 不简单耶 竟然在这个车辆上面 做出这么多的一个设计 后来呢它就在这个纽北的赛道旁边 有了一个这个测试中心嘛 所以验证了什么呢 而且它挖了很多的这种 所谓欧洲的这种 甚至是M部门的工程师 来去主导这样的一个设计开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它是会转弯的 对不对 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纽柏林的一个 赛道的验证测试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会说 啊我又不是要买什么性能车 我又不是要跑纽柏林 我你跟我说 你有在纽柏林测试关我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必须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一个经验累积 然后那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如果下放到一般的市售车上 它会比起没有做这些测试的车型 或是没有这些技术经验累积的 这个开发来讲 它的车子呢 第一个会有更好的一个什么 更好的整个操控性能 甚至在动态的一个表现上面 它车身的一个匹配 或者是它的行驶的一个平稳度 其实都是会比起 一般的车来得好的非常多 那这样不不是说我们要去飙车 跑纽柏林 而是它可以带给你更安全的一个 这个行路质感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车子就说什么 我要挑战这个纽柏林 我要跑什么这个比赛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现代的N部门 非常的厉害 它参加了WRC的世界拉力锦标赛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这个比赛 因为征战全世界各地 然后呢挑战非常多奇怪的路面 不管雪地 柏油路 拉力 碎石路面 等等等等 它对于车辆的耐久度啦 性能方面都要考验都非常的强 另外它也跑了所谓的这个纽柏林的 24小时的耐力赛 一台车 两个以上的车手 连续飙它个24小时 都在最极限的状况之下 那个车辆的耐用度 耐用 对不对 在这么极端的加点 然后的操控性等等 都接受到全方面的一个考验 如果这个车子可以在纽柏林跑24小时 你如果说在台北四开要把它操坏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另外呢 像这个TCR的防射挑战 现在也有TCR的比赛车 不过最近呢 它现在要推出的是 就是我们看到的 IONIQ 5的5N 它要去跑什么 跑这个派克风的爬山赛 而且它用的是原厂车 它会有两部原厂车跟几部的改装车 那来去做所谓的派克风的一个条 派克风其实是非常难开的一个 这个山风 很多人去参加比赛 都是这个煞雨而归啊 还有原厂去推出 然后呢 很信誓旦旦 我要去挑战派克风 然后后来就没下文了 新闻稿就没有再出了 过了两年之后 我还要再挑战派克风 因为它上一次挑战的时候摔下山了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度高的 一个挑战活动 对了 刚讲的 它用原厂车嘛 虽然它是用原厂车 我指的原厂车概念是说 它的动力的部分啊 没有做额外的强化跟调教 它可能是做了一些轻量化 跟安全性的卡 例如说赛车椅 防滚龙 你要保障驾驶的安全嘛 那借楼赛车椅跟防滚龙之后 顺便把后座给拆了 也可以进行一些轻量化 我觉得很期待 就是说这个IONIC 5N 在派克风爬山赛上面的一个表现 是 因为这几年呢 如果有在关注赛数的朋友 应该会发现到 现在不论在WRC或者是TCR上面 都拥有非常亮眼的这个比赛的成绩 也因为有非常丰富 在这个赛车上面的调教经验 即使进入了电动车时代 N部门也没有让车迷们失望 好 小宗 马上带我们来看看 大家非常期待的 IONIC 5N 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韩系 性能电动车来了 对 而且它是今年2024年 世界的这个性能年度风云车 哇 可以摘下这样子的 不简单 冠军宝座不容易 它等于是获得全球的这个 专业车评的认可 我觉得外观 关于刚刚说这什么蓝 宝宝蓝 宝宝蓝听着弱掉 没有 我觉得 很可爱啊 对 它听着这宝宝蓝 好弱 怎么突然弱掉 但是因为这个蓝就浅浅淡淡的 对 然后非常特殊 而且其实它是消光的 而且它是N专属的颜色 对 没错 然后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一些黑化 不管Logo黑化 或是后视性黑化 另外一个橘红色线条 也非常非常一个稀奇 就代表我可以很清楚 很一眼就会看出来 这一台的Ingo 5 真的跟一般的车 完全不一样 对 懂了 所以其实N部门 它们的代表色 就是黑色跟这种橘红色 对 对不对 你一看就知道它就是N 对 我觉得代表色 也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以前想到这个E36年代 这M3 可能像鹅黄色之类的 然后AMG的高线 就是这个银件的银色 所以我觉得代表色 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一看就知道 它是等于是某一个高性能品牌 那我觉得外观 大家应该都看过非常多次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熟悉 事实上它很多的重点 是在空力的设计 没错 它有地方会打 会开空 那其实它是为了散热 为这个空力力学的考量 包含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因为你之前是Io 5的车主 对 它原本行李箱里面 有一个空间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 小钟可以打开给大家看 之前不论是单马达 或者是双马达的 标准版的Io 5的话 它只是行李箱的大小不一样 是 单马达行李箱比较大 前行李箱 是 但双马达前行李箱 结果 现在都没有啊 不给你 不给你行李箱 对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 它的马达也好 或是它逆变系也好 一些包含它一些冷却系统 它的结构 跟一般的Io 5真的不一样 它需要更高效能的散热 是 没错 所以它必须要 我可以用吸声来使用 但我觉得应该 大家不会太摘一件事情 你会买这台车 就不会Care它前面没有行李箱 对 而且其实它行李箱 还是后面非常大的 后座后面也非常宽敞 所以可以让大家看 其实原本 就是当电动车走向 高性能化的时候 它一些 大家觉得好像就是马达大一点 电池大一点 好像没什么技术可言 但事实上在散热这件事情 热管理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在电动车上面 对 你看做得像不像油车 所以这个东西 看得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金属的logo在这边 好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介绍给大家 又是 比较看不到的 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回到 OK 我们先讲轮胎好 大家看到21吋断照 非常大 里面有一个好大的 四火塞卡纖 对 还加大通风跌 对 那大家觉得 这个就是高性能量有配备 但事实上 大家有一个重点去记得 其实原厂 是最厉害的改装厂 它要做或不做而已 很多地方是我们看不到 比如说以这个 Inger 5N 来说 它车体的焊点 增加42个 相优一般的Inger 5N 这很关键 是2个好像有点多 又好像没有 但是它觉得焊在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 相对于我从300匹 200多匹的马力梯 要升到600匹 650匹之后 到底相对起来 有哪些地方相对是弱点的 我把它补降起来 懂了 车体需要再更强化 没错 就是根本的不是说 我撞到拉杆结构杆就好了 还有一个它的这个黏合剂 因为车体还是有一些 焦拔黏合起来 不强 它也多了2.1公尺的黏合剂 所以这些细节 我就想表达就是 它真的是一个等同预厂 BMW M 冰式AMG 万一我蹲下介绍给你 我就蹲你可以站着 它碟盘刚刚就很大对 400mm 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 它哈姆 哈姆是铝合金的 这也大概它强度跟轻量化 都是更强更好的 而且你看它有洞洞 它洞洞不是在碟盘上面 它洞洞是在哈姆跟碟盘的交接处 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我在车辆非常极端超压的时候 我碟盘非常热 要让它散热的效果好 金属会热这样冷缩 所以当我有空间空性 让它肋脏冷缩的时候 代表我不会有一些变形的可能性 对 所以它非常非常讲究 是 所以这真的跟在赛场上面 你有很丰富的经验 它才能够打造出一台 我真的就是跟你可以拼搏的车 对 没错 然后空力也是 我们刚刚讲车头很多的洞 可以是关 空力去导流 然后是冷却 侧面也是 你看这边 红叶子盘 这个轮拱这边也是有开孔的 它不是装饰用的 不是 它不是吃素的 那个丰田牛魔王外观 看起来很多洞 但每个都是密封的 我每次都 想这个都没想到那一车 没关系啦 心灵马力 它真的骗我很多 我第一次碰到牛魔王 好多散热孔 好棒喔 一摸到处都是密闭的 至少造型够炫 对啦 外观是够炫 大大的尾翼也是标配 那它也有空力 它这边下去 是直接从后面这边出来 所以你看 气流除了从上面通过之外 它会从这个洞钻下去 代表我有气流 从这个洞钻下去之后呢 我能够让车尾 有更为更多一点的下压力 让我的稳定性 是可以更好的 懂了 懂了 还有车主们 千户万换的后雨刷 也有了 在N上面竟然有耶 对 之后 Ion 5小改款也有了 对啊 但是你可以抢先 拥有84度大电池 还有后雨刷 就是只有N 对 所以我觉得 回到价格 两百二五九点九 当然像买不到 无资它就销售一空了 但至少性能 不管是六 不请是六百五十匹马力给你 而且经过纽柏林认证 德国专业媒体去认证 它的这个单圈耐超度 温度控管是万元没问题的之外 其实实用性 因为Ion 5原本的空间实用性 就是非常大足够 这个你有认证过 真的 没错 好 除了小动作 但我们看到外观 有完全的这个N Performance的这个套件上去之外 在车内其实更精彩 走进车内 有没有听到 这个声道 等一下 为什么还有回火的声音 对 就是回火放炮的声音 我们这个是电车耶 是 有没有 那个 那个放炮的声音 真的有2.0涡轮的感觉 对 而且还超过那种 那种性能的感觉 对 还有 其实还有别种模式 EVOLUTION 这个是比较 未来感的一种 未来概念车 我们在玩电动 有没有 对 像未来概念车的声音 对这个 超音速战斗机推进力 没开过战斗机来听听看 不知道我找开战斗机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声音 但是起码这个声音 让你尝试到 跟油车不同的这个声浪 是 总共有三种 那其实我在讲 之前为什么 因为很多以前的性能迷 不喜欢电车的原因就是 你没有办法去提供这种 感光上的刺激 对 那这一次在IONIC-N 上面 对 上面他们除了这些 感光刺激上面 他们也有一些 譬如说 我要换挡的顿挫感 对 因为它有个E-Shift 就模拟巴素 模拟巴素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需要的 因为我常在跟人家讲 为什么不喜欢电车 因为我没有办法换挡啊 入弯 入弯之前减速退挡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达成 可是它现在可以做到了 而且甚至你可以把它玩到断油 那这个 一切一切的这个设定 就是为了要满足性能迷 让你去进入这个电动化的世界 你还是能够享有之前 比如说燃油车上面的感受 没错 因为它必须要符合 就是全球的趋势 要那个碳中和嘛 没错 不得不嘛 对不对 大趋势之下 可是怎么样保留的话 这个就是看各家调教的功力了 对 其实我们来讲 科技来自于人心 我们人性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它尽量地去满足你 而且其实我可以看到 它整个座舱的 这个战斗化的设定 很多其实是带给车主 有虚荣感的 首先 我先不要讲方法盘 我先讲我们的座椅就好了 然后打开门 然后看到冠宇 中间有个N 发亮喔 发亮 会迎接你进入这个战斗化的世界 然后它一样是 Baby 对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冷光的科技感 对 因为像一般你要买到M-Card 就是要比较 就是好几百万的那种 正M-Card的话 才会有这样子的赛事座椅 后面才会发光 我上次看到就是M-Card上面 是啊 对 打开 就有个发亮的引接 对 然后我们的座椅呢 其实它也很讲究 双材质中间是Arcantara 这个类极皮的这个座椅 然后旁边是跳色的缝线 一样是跟车身同色 跳色的缝线 加上其实你看它虽然不是一般 它没有电动调整的 对 不是电动调整 可是你要想它是一样 赛事化的一个设定 所以它要轻量化 但是轻量化的同时呢 它却同一样提供的通风加热 还是兼顾日常的使用 没错 因为你不是永远都在热血 跟性能吗 对 可是通风其实是 针对热血而来的 因为我来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当时我曾经也在 纽柏林上面开过性能车 当时我开了三圈下来 我背后是全部都湿的 那那个时候就觉得 很热血 然后一直到停了之后才发现 后面全部都是又热又湿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通风座椅 你可以 可能你可以开更久 你可以开更舒适 而且去更专注在你的驾驶的 这件事情上面 对 提升专注力 没错 原来通风座椅不是只是为了良爽 对 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功能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 如果通风座椅多好 对 没错 然后再来很多人 我常看他脸书 他IG上面打卡 拍一个方向盘 然后一个手表这样子 对 那你看这个方向盘 你一让人家看去就知道 它并不特别 并不是特别的频繁 应该是说非常的特别 它有好几个按钮 而且就好像我们Amp Power 上面的一个设计 那我首先要一一介绍 左上方这个是Drive Mode 就是我们一般的驾驶模式 它可以挑Eco Normal跟Sport 那右边这个就更特别了 它就是让你去超增压 按下去时候 10秒它有650匹的马力 然后去进行最全速的一个加速 那这个是它带给你 非常刺激的一个享受 对 而且它输出10秒 持续10秒 但是过了差不多10秒钟之后 你用可以再次的这个 再10秒钟 它不会说不让你用 就只能用一次而已 对 就像我以前用汽油塞 在Launch Control的时候 你大概弹个一两次 它之后就会限制你的锅热嘛 对 那因为在Ironic 5N上面 它在这个散热部分也特别讲究 所以它能让你持续去享受去使用 那在下面这两个左右两边 它就是类似于Mpower上面的M1 跟M2的这个快捷键 那每一个这个模式下面呢 除了它的萤幕 仪表板这个部分 它有专属的设计之外 还有很多的模式 应该功能让你去微微的细夹 比如说悬吊啦 比如说你的转向的辅助啊 还有动力的输出 甚至LSD的这个输出的性能等等 它的你讲到那个ELSD啊 它还可以做那个扭力分配 它可以完全前驱或完全后驱 对 这真的蛮厉害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看你的设定是怎么样 你看上面 它不是有那个动能输出有个变值 好几条 第四格 就表示它现在是最性能强悍的时候 然后方向盘的转向是三格 对不对 然后以及悬吊也在三格 是最Hard Code的 对 然后还有这一个 这个预表板 它也兼具了很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马达温度啊 电池温度 以及G值表 你在赛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过这个弯 我带来多少G值 对 然后让你去 有更多的乐趣 还有甚至还有单转表 还有排名 冠军 冠军 亚军 季军 这样子让你去多玩乐的一个效果 它也可以记录一些赛道上面的成绩 没错 世界有好几个各大赛道的成绩 没错 不知道哪一天有我们力宝 在车厂 力宝在车厂 因为灌进去 我们都自己来突破技术 看车主有没有办法突破技术 那另外在整个设计里面 跟一般的IONIC FILE 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们看到中船这个部分 中央安卓 它现在是采用固定式的 华仪 我记得之前就是 像我之前那一台是可以华仪的 我最喜欢哪一个 对 那华仪的功能 虽然很好用 可是在我们抄架的世界里面 固定式的能够带来更好的 身体的支撑 还有稳定度 对 比如说我在过弯的时候 我其实着重的是 左右两边 我脚一定是固定在两边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 这边有一个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缓充电是很重要的 对啊 它有做一个软直的这种 缓充电 对 好细致 整体的它的功能性也不会少 你看好多USB的插孔 无线充电面板 甚至这个地方 你要放一个大包包也没有问题 然后重点就是它的 整个战斗化的一个设计 甚至延伸到踏板的那样 有一个方格的气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内装的设计 确实达到性能名 想要的一个诉求 是 进入了性能源时代 现在各家推出各式各样的电动车 当然有一些这种性能品牌的车款 就会推出这种 类似这种性能的电动车 可是我们看到UNIQ5N 马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之前其实KIA 它也有一台EV6的GT 那这两款车 它的设定上面 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 我们把这个UNIQ5N跟这个 EV6 GT的这个主要的性能规格 把它列出来 那这样一列出来之后呢 包含价格 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怎么选吧 对不对 这可不可以连问都不用问吗 连外观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当你一开始选择看中 喜欢上这个EV6 GT的时候 一定是因为喜欢上所谓的 纯电车的这个性能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突然 也不是说突然 现在有一个更强悍的一个双生兄弟 UNIQ5N 光是在台湾售价你看 UNIQ5N比起这个EV6 GT便宜的 大概有将近十来万 将近二十万左右 那马力 扭力 加速等等都是胜出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外观也好 内装我们刚刚听过完整的介绍 它都跟所谓的 它的双生兄弟EV6 GT是截然不同的 但我觉得这边 当然我刚刚讲了 这个很清楚一目了然 到底要怎么选 大家想闭着眼睛都知道 一定是选这个UNIQ5N 但还是得稍微替EV6 GT稍微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两台车 虽然说它整个动力系统架构 平台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集团 但是因为其实彼此的这个 所谓的性能地位不太一样 就是所谓的 最高性能的这个电堂 等同于BMWM 冰式的AMG 那在KIA里面 其实目前来讲 他们只到所谓的GT的这个等级 它当然只是你把设定成 所谓高输出高运动化的一个感觉 并不是都到 High Performance这种一个设定 所以光是从外观 大家很清楚看到 EV6 GT其实它 除了大概那个非常大的 21寸铝圈跟绿色卡钳 非常的抢眼吸睛之外 其实外观设计 基本上跟所谓的GT Live 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对 也代表它的产品定位 确实没有到 UNIQ5N那么的高性能 还是回到的是 当你已经看中 被所谓EV6 GT迷上的时候 代表你对性能 只有非常高度的渴望 那这时候我就给你一个 相对价格便宜一点 然后整个性能的设定 又更极端一些 更高High Performance一些的时候 当然再加上价格 也更有优势 我觉得怎么样真的 就是选择UNIQ5N 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没错 现代强量一直在强调说 Never Just Drive 就是不要只是为了开车而开车 所以在这个性能部门上面 他们打造了相当有乐趣的车款 例如UNIQ5N 甚至于像是Elatra N 那Bob哥你前一阵子才刚去这个韩国 试驾的IONIQ5N 甚至于还有一些 其他N部门的这个车款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 其实我们这次去韩国去试驾 因为我也有盯了一台 IONIQ5N 因为还没拿到 当时我纯粹只是觉得说 很划算 但是去开了之后 也听说五十台都订光了 心里突然有一种觉得 很Lucky的感觉 莫名的快感 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我们长期看电动车 电动车要做性能化 他大概会有几个限制 就是说 第一个他在电池的输出能力上面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以前我们在做油车的时候 性能油车 其实最大的限制是 你要有一个大输出的引擎 但是现在反而是最大的限制是在 所谓电池的输出能力 那你在同样的电池大小的时候 你要瞬间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他这个电流的输出的能力 就是这个电池必须是一个 高C rate的high performance输出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小钟也提到说 其实在传统的性能车的设计上面来讲 当然比如说车体刚性 底盘悬吊的强化之外 当然还有包括比如说刹车 但是对电动车来讲 刹车其实反而是优势 除了车子比较重 你当然有很大的制动力 要去匹配之外 但是你在刹车的时候 因为它有一个高性能的电池 这个high speed的电池 它可以大量的电流流出 也可以流入 所以你如果在电机反转的时候 也就是在踩刹车的时候 除了有刹车碟盘 跟来令片之间的作动之外 它有一部分是透过电机的反转 那反转回来的时候 因为这颗电池本来就是高性能的电池 所以它可以容纳大电流的瞬间流入 所以这个制动力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由电机来负担 而不是刹车 所以它刹车反而是一个优势 但是另外就是车重 但是我觉得现在电动车的性能化 才刚在起步 有很多部分是软体层次的 因为机械的作动的速度 不像电控速度来的那么快 所以你透过软体上面 是可以影响动态 可以增加很多乐趣的 刚刚浩生也提到说 像它比如说有Nshift 有换档 那因为我们在开的时候 那个档位跟声音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车子跟我们资讯沟通的管道 但是因为电动车基本上是单速的 所以它是一路上去的 但是我们在赛道上开 这个Nshift 那个换档的时候换档拨片 你感觉现在你用一档的时候 它当然会有一个速度上限制 转速上不去了 赶快按一下加 那传统的性能车的换档速度快的时候 其实那变速箱是很贵的 那但是它用模拟的 啪就上去了 非常非常好玩 那我们也去开 0400 0到400米 然后我们测试了 就是所谓的一般的 就是它的N模式 就已经是最大性能模式 然后只要电门一踩 然后就一路加速出去 然后到400米的时候 速度大概接近200公里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说超跑等级 大概就可以达到到过400米的时候 然后教练就跟我们说 你可以试试看看要不要换档 换档很好玩 但是比较慢 因为它增加了换档的时间 那另外声浪的部分 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说 车子的状态是什么 像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在弯道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踩刹车 我们其实是用降档去减速 因为你在进弯道的时候 其实是用速度的控制 其实是关键 所以这里面很多部分 其实都是跟软体程式有关的 所以我们讲说 一般我们讲软体定义车款 在电动车的性能车里面 它反而是开了一扇新的窗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车 但是过去我们要玩性能车 比如说你E Class 冰式E Class 跟E63 那个价格就是差三倍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 一般的 一般的IONI-5 跟IONI-5 N 它价格是差20%或30% 那个数量级差很多 你就感觉起来 真的很划算 我觉得它是一台很有趣的车 没错 其实IONI-5 N 它的可玩性很高 除了驾驶起来 你耳朵听到的 身体感受到的感觉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电能管理系统 是不是也很强呢 电能管理系统确实也是 优关了整个车辆 这个性能输出上很重要的一款 因为它当然拥有是第四代的一个 84千瓦小时的一颗电池 所以它能够支援到350千瓦的一个 直流充电系统 这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充电系统 所以它如果在它的这个 84度电里面 从10%到80%的充电 大概只需要18分钟就可以完成 利用800伏的一个 这个高压电路的这个规格 这一点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IONI-5 不仅仅刚刚讲说这个加速快 或是操控强 甚至它在电能控制系统上面 利用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技术 让它能够预先的去做温度的控制 预先去做动能的回收 就好像这个爸爸刚刚讲的 这个零四加速 其实IONI-5严格来说 它也是一个韧性的家伙 你知道吗 很多开超跑的这个车主 就是韧性 他说没关系我这个动力很大 所以我宁愿牺牲100匹的马力 我要改一套这个声音很宏亮的排气管 因为即便它少了100匹马力 它吹起来还是比别人快很多 但是它可以获得一个 很好听的排气声浪 像IONI-5也是一样 它用换挡的模式在跑零四的时候 它是得要牺牲个零点几秒的 来换取在加速时候 那个换挡的感受 我们可以接受 对 它也是一个韧性的家伙 为什么 因为我够快 即便我用换挡的模式 比起全系加速还要来得慢 但是我的爽度是增加的 而且在这个牺牲了零点几秒之后 我还是比别人快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其实这84度电 不仅仅我觉得是在动力性能上面的 一个运用上 其实现在这部车 我刚端倪了很久就是 它不需要你花任何的心思 它就够帅 对 然后开着它带小孩 又有各式各样的声音 让小孩可以体验 不过我觉得就是开起来帅 外观又很凶猛 然后又有声浪 上下班也很OK 然后带小孩也很有趣 重点来了 这84度电的这个电池 它可以利用V2L的这个功能 提供外接的电源 就是车辆本身能够提供电源 给外部来去做使用 对不对 以前大家想说这个车上要充个笔电 还要发动车辆搞了半天 转什么逆变系什么 统统不用车上直接又有了 甚至你去露营的时候 你带移动冷气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这个电烤盘也不是问题 所以这时候就是说 在电动车事代来临之下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思维模式出现 例如说V2L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备 那今天刚刚讲到的这个 IONIQ 5N 利用这个换挡的这个体感 牺牲一点加速来换取换挡的体感 超跑少掉100匹马力 来获取这个更好的一个排气声 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还讲说 以后这个车子要改是改什么 说我改了一个 Harmon Kardon的排气系统 因为要把这个外放的排气身上改的 更加的宏量更加的逼真一点点 没错 其实N的Motorsport 除了打造了这一台IONIQ 5N 高性能的电动车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N部门也打造其他有趣的车款 对不对 对 其实这边我跟HONDA集团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当时2012年他们在成立N部门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当时想象就是说 他们是跟着日系跟欧系的车厂 去打造想要去进入这个性能的殿堂 那能不能成功不知道 因为当时大家对韩国品牌 尤其是国内来讲 它这个未来的发展性 其实是存在一点点质疑的 可是到现在十二年之后 你看看现在的HONDA的N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首先讲2012年成立之后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他们在2014年 就已经以IOS的WRCA的赛车 去赢得手作的奖杯 那在这两年的期间里面 他们也做了不少事情 包含他们在欧洲 德国的纽伯林 在到旁边成立研发中心 我们刚提到了 而且他是真的是在旁边 长期注点在那边 包含原来各国的 优秀的高级工程师 设计的人员 底盘的工程师等等 那几乎每一台车在上市之前 或是赛车在推出之前 他们都是经过纽伯林的绿色地域 赛道淬炼而生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有多强 那再来就是说 2015年WRC的车队 他们获得第三名 其实你在短短三年里面 看这件事情是觉得他很快 就达到了一个比较 前段般的一个成绩 他也近期还有拿过冠军 对一直到后来有拿到冠军 当然他们的野心强大到 他们不是只有在赛车上 我刚刚艾达有讲到说赛车经验累积 为了是什么 为了就是要打造真的量产的性能车 所以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 他们第一台N的性能的量产车 就是I30N 当时他这台车可以说是Golf GTI 甚至是Golf R的最强劲的对手 那在欧洲市场当时也是先行一阵的风潮 就是媒体其实非常关注这台车 而且他也在赛事上去征战 那到现在他们底下到底有哪些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G 中间的就是所谓的N N我就刚刚讲到就是 他是比较着重于赛车的精神 比较极致的性能化的车款 包含的就是I20N 我刚刚讲到的最小的钢炮 其实他大概就是福斯Polo GTI的这样子一个等级的小钢炮 那再来过来一点就是Kona的N Kona的N很有趣 其实是大概2021年左右诞生的 我们当时对于Kona的印象 它就是一个小型的跑率 CUV 对CUV 可是他们也把它打造了N 搭载了2.0升的Turbo引擎 一样跟I30N是280匹的马力 你可以想到0到100加速5.5秒 其实非常的强 那再来就是 IONIQ 5N就是我今天现场的 还有呢Elantra的N 这Elantra的N在 等于说性能防车领域 也是非常受到的瞩目 以及I30N我刚刚提到了 那下面呢也就是包含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来到的 就是N-Line N-Line的这些部分 着重的就是外观的一个热血 性能运动化 但是我这边比较期待的就是说 我们中间看到了 并没有塗上El的N 这个有可能未来 原厂说不定会研发这样的 推出这样的那个性能化的中型的 CUV的车款也说不定 不过图上N虽然还没有消息 但我们有图上N-Line 挨打 但我们来看看 我们有时候啊 只是追求说外观开得帅帅的 我开帅不一定要开得非常的快 对不对 这是大部分人在这个使用车辆的一个情境嘛 没错 其实我们再补充一下 N呢就刚刚看到Ioniq 5 N当然是它的一个性能版的车型 那么N-Line又是什么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AMG-Line这样子的概念 如果说你不理解 我再举一个更浅显异懂的例子 就是内部是M3 这部呢是这个320 with M Sport 对 不是Laxionary-Line的这一个包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车子呢 当然不是因为它是这个N-Line 所以它有了这个Tiffany蓝 我觉得这个蓝好讨喜喔 就男生看了之后是充满了性能味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Tiffany蓝 你会觉得它性能味 等一下我们来告诉大家 非常多的细节 可是呢 如果是女生看到这个蓝色 我相信应该是心花怒放 感到非常的开心 确实确实 好好看的一个这个颜色 首先呢 其实我们看到车头的部分呢 为什么我说它充满了性能味 你看到没有 这个涂上非常著名的一个 这个水箱护照啊 这一次呢 全部改成了什么 黑化 几何化形状的这个黑个的涂装 也就是说你看 这一块一块一块的 这个水箱护照这个图腾 全部都是什么 几何化立体状 甚至连它的这个logo啊 都改成的是黑色镀铬的 这一个面料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水箱护照 一路延伸到了两侧之后呢 你会发觉因为黑个 黑个的这个涂唇之后呢 再加上它隐藏版的日行灯 在里面点亮的时候 这种女艺式的水箱护照 看起来更帅 其实真的很杀 你知道吗 真的杀气十足啊 然后一路往下延伸的 矩形的一个下气 包含它前面大灯喔 我们看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讲雾灯框 对不对 No 这是涂上的大灯框 你看它的大灯框 也是完全用黑色的部分 不过它是亮面喔 对 是属于刚烤的这个 亮黑的一个状态来去处理 那前面中央的前气坝 跟这个两侧大灯这边的连接 这一块呢 对 又是一个削光面料的 一个这个状态 所以从车头的部分呢 缩大的一个气坝之后 堆叠下去到 削光的这个面料 跟这个雾银的一个材质呢 下气坝的一个下巴 来去做相互的搭配 其实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性能感的这个概念喔 你会说颜色太多吗 其实你转头过去 你看那个5N 完全就是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车 如果你买了之后 推个消光膜 就跟5N是一样的喔 所以来到车侧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 它的轮胎的这个尺寸呢 其实来到的是19寸 而双色切削 大部分都是什么 亮面 这台车是用雾面的 没错 很漂亮 非常的具有质感 真的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从车侧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N-Line的车型喔 它跟一般版的土上 其实不太一样 是你看它的轮弧的部分 喔 对耶 它轮弧的部分是采用 铜色烤漆的这个亮面的 铜色烤漆 而不是这种所谓的 防刮材质的版本 我觉得刚好在不同的 这个两个车型上面呢 虽然N-Line没有另外 额外输出的一些动力 但是它在整个车体风格 跟个人风格 呈现上面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你一般的这个 这个图上呢 可能就是所谓的 outdoor的休闲的运动风格 这个呢就是所谓 都会区的高质感 Lessurly 甚至再加上一点点这种 sporty的运动感受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设定 我觉得而且 它的这个设定 算是非常的成功 那其实包含了 在水箱护照的这个前端 跟叶子板的这个身上呢 都有一个N-Line的Badge 就是代表它的一个 这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表征 那当然车侧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很流行的黑化 包含它的后视镜也是黑化 包含了它车顶上面的这个 行李架 行李架 也是黑化的版本 那它的行李架 不是这种装饰用的 你看我们这样拉着去摇动它 这个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行李架 实际上它可以安装所谓的横杆 行李箱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车顶架上面 来去做安装 那么呢 刚刚在车顶架跟后照镜中间 这个窗框的部分 怪姨 仔细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窗框 一样是采用亮黑的一个涂层包装 包含了B柱的这个门饰板 但是它这个 窗框一路延续到CD柱这一块 所以是很大面积的一个 黑化的一个处理 那当然还是要看一下 内部的一个铺层 那其实打开 这整个驾驶座的车门 你就会发觉 还是非常高科技面向的一个展现 双10.25寸的一个数位仪表 加上中央的萤幕对不对 那其实在门板上面 也是利用多层次的材质堆叠 中央这一块是所谓的钢烤 跟它的这个扶手 这个电动窗的这一块饰板 都是一样是钢烤的一个材质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它在仪表台上面 跟门板的这个中间 中原这个部分 采用的是这个织布的一个材料的 这个铺层 其实相当的具有年轻化的一个 这个感受 另外它在皮革的这个缝线上面 也运用上了红色的缝线 包含了整个座椅 包含了方向盘 包含了排档头 都有这个N的背景 跟这个红色的缝线 那座椅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中央是属于类脊皮的一个面料 更加的能够防滑 所以它的这个 抓住你卡撑的力量会比较大 你在激烈抄架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座椅中间 摇摇摆摆滚来滚去 另外其实除了两种不同的面料之外 加上侧缝线 其实最重要是在侧边的部分 你会发觉 它有一层皮革的滚边 皮革红色滚边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那这个图上这次呢 我们知道它是算上的是L对不对 对 乌龟的对不对 所以轴距拉长的非常多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后座空间的一个展现 包含它里面的一个深度 包含它这个脚步空间的一个呈现 后座的一个这个深度 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这个表现 那么最后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现在时下流行的就是这种 所谓一整条连线式的贯穿式的尾灯 那么它的这两个尾灯你看看没 两侧LED光源采用这个 雨翼式的这个像羽毛一样 对不对 很漂亮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 这个质感的一个展现 那另外它其实 雨刷也是隐藏在里面 讲到雨刷隐藏在这个尾翼的地方 你就会发觉 这个尾翼怪怪的 就很运动化 好像跟之前看不出来 好像后改的感觉 它其实你看它上面 多了很多这个 diffuser概念的这种导流液 其实跟车顶的黑色的鲨鱼 骑的天线又相呼应 最者从尾翼一路延伸到下缘的部分 保管下方 一样是这个雾银色的这个材质 跟前保下缘其实是一致性的 你会发觉你看 它一样是有四个 diffuser的分崎片的设计 充满了运动化风格 我们不谈它有多少实际上 分崎的功能 因为车速不到一定的程度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的设计 但是从视觉上面的张力展现 却是可以带来给这一台车 很强烈的个性化的展现 最后 双管的这个排气围管 真的满满的运动氛围 满满的运动风格 是因为在国产车的品牌当中 尤其是像中型的SUV 你想要选择一台 有一些这种运动氛围的车款 除了刚才看到Tucson L之外 你可能也会看向像是KUGA 那KUGA它有ST Line 甚至于有一些动力上面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性能修旅车的话 到底应该要怎么选呢 爸爸哥 以台湾中期修旅里面 比较走运动化路线的 其实就会有像比如说福特的KUGA 那福特KUGA之前推出的时候 它诉求的是 它比前代KUGA的空间来得更大 对 但是如果你去看 这种走欧系跑格路线的 其实在寒场上面来讲 不管它的动力输出 是这种所谓缸内直噴涡轮增压的引擎 所以你看它跟KUGA之间的 这种动力输出的数据 数据其实非常的接近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在Tucson L来讲 Tucson L它的产品的世代比较新 所以它的产品的质感 或车内的这些布局上面来讲 比较接近新世代上面的这种 车内的车式氛围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在用料上面来讲 也比较讲究 那空间上面来讲 过去这一代的KUGA 它强调说它比前代KUGA 空间来得更大 最主要是轴距放大 那一般我们讲说 这个集聚里面当然标杆 有一个产品是RAV4 RAV4的轴距其实不到两米七 那KUGA是2710 但是如果是Tucson L 它是2755 所以它可以创造出来的 车室内的空间其实更大 所以Tucson进入这个产品世代 成为叫Tucson L之后 它其实一直销售都很稳定 而且在前期的时候 其实算是一个长期缺车 一般的国产车要缺大概半年 其实很少见 那这一次其实在产品的这个 所谓中期的阶段的时候 它其实出了这个NLINE 就呼应我们今天所谈的这种N品牌 它把这个NLINE的这些产品的这种视觉 还有一些强化上面的元件 把它放到车子上面来讲 其实就提供消费者另外一个新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对于产品的 这种销售的操作来讲 它可以延续原来的这种销售 一直都还很不错的这样子一个路线 除了我们今天在棚内看到的 这两款Unify N以及TUSSON L的 这个NLINE之外呢 其实今年下半年 我觉得现代今年真的蛮忙的 下半年还有两台新车即将登场 对 这对于产品来说 下半年的重头戏 一个是大改款的KORNA 另外也是大改款的审查费 那陆续都在今年下半年 大概第三次第四季 开始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现在说KORNA 其实这一代KORNA 它尺码比起过去稍微放大一点点 车长从旧款的这个4米2 然后放大到现在是4350mm的 轴距也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会从所谓的空间更宽敞 更好用的CUV这个角度切入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车头设计 大概是维持现在常看到 所谓的双层式大正一个设计 那我觉得比较好玩 或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应该未来先投入 先引进到国外面的 应该会是这个 纯电的版本 对 因为现在国外它有纯电 跟这个油车的动力 那纯电版本的话 它的续航力的话 最大可以接近500公里 那马力有218匹 那其实它同时也提供N-Line的选择 所以比较运动化的 这个纯电的CUV可以供选择 那我觉得非常期待 纯电的大改款的Kona的现身 那另外Sentafel的话 这也是我们过去 有接到过好多次了 那它又不太一样 像我们刚刚讲 其实是双层式的大灯 好像这几年的一个设计的显悬 但是到Sentafel大改款 它开始所谓的很方正 然后跟现在所有的Hong Day 这个前脸的造型 完全前来不少 就是我觉得它脸 这个所谓的平民版的 这个Defender的感觉 韩版Defender 韩版Defender 这感觉更潮流 更年轻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也非常期待 那国外一样有纯油 然后有Hybrid 有PF的动力系统 那我估计在台湾的话 因为它的整个车格的设定 还是总结一下